平时在家中只要有香蕉的存在 不免常听到等放黄一点再吃 长斑点最好吃等对话 香蕉软糯香甜 并且含有丰富的营养素和膳食纤维 能快速补充体力 而台北台安医院大肠职肠外科医师黄玉纯 近日在脸书粉砖发文表示 常听说香蕉热量很高 香蕉吃多会便秘 香蕉筑排便 肠造症要少吃香蕉 众说纷纭 但其实关键在香蕉的颜色 青黄色含最多抗性淀粉 黄色有高可溶性纤维 棕色带斑点抗氧化最强 功效大有不同 黄玉纯补充道 香蕉是高鲜水果 提供丰富的美和甲 也因此与地瓜 优烙乳并列为超商三大通常首选 青黄色香蕉最多抗性淀粉 很多人认为青黄色香蕉别吃 眉熟口感硬有色味 但其实青黄色香蕉 香蕉能提供充足的饱足感 且拥有最高抗性淀粉与益生源 到达大肠发酵成为肠道菌种的养分来源 但因抗性淀粉消化较慢 因此推荐肠造症患者腹血使用 消化不良者则少摄取黄色香蕉含高可溶性纤维 香蕉变黄成熟后容易消化 富含抗氧化剂与可溶性纤维 顺畅消化此时的口感最佳 不仅拥有丰富维他命B群促新陈代谢 助蛋白质合成提升免疫 同时高甲积美消除疲劳减少运动抽筋 消水肿代谢多余水分 可说是营养组成价值最丰富的阶段 棕色带斑点最高抗氧化剂 香蕉深黄偏棕色或者带有斑点是成熟状态 内含最高水平的抗氧化剂高度糖分多分 果皮的黑斑是抗氧化物质凝集素 这时最好消化 当中磷脂质能抑制胃溃疡 果胶与可溶性纤维能吸收水分助排便 所以很推荐长者胃部不好者食用 也是痔疮手术 刚烈 漏管手术后的推荐饮食指南 长造症者则不建议 最后黄玉淳也总结 下次民众再选购香蕉时 记得注意香蕉的三种颜色变化 可能会对肠道有意想不到的加分效果 但也温馨提醒香蕉的热量不低 故建议一日以三到四根为限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